春秋时代,智圣先师孔子曾经气急败坏地说过,那些最初使用陶勇的人,想必会断子绝孙,不得善重吧。 如此口述狠话,诅咒别人,实在不像是一贯注重修养的孔夫子所为,他的激烈言语并不是针对平民老百姓,也不是那些制作勇的手艺人,更不是勇本身,他指责的是当时的统治者, 以及引起天怒人怨的人训制度,从史前文明开始,以活人陪葬的漏族就已经存在,从士族部落到奴隶社会,再到封建天子,统治者使用活人陪葬,一方面是社会私有制发展的体现, 另一方面,也是统治者彰显权力,一成私欲的专制行为,从儒家先贤的态度上就可以猜测,先秦时期虽然有了陶勇,但是这种祭祀活人的残忍行为仍旧十分猖獗,屡尽不绝,如史料所述,当时的大夫大将级别,陪葬者往往多则数十,少则几个,至于王侯死后,陪葬的人数可以高达数百人, 在网上的天子,以及在网前的荒蛮时代,其残忍和严酷简直不可想象,在当年那些令人窒息的古墓里,被生殉的活人到底有没有机会逃出生天,如果逃不出去,他们又能够存活多久呢? 这里是史约馆,订阅我,了解更多神秘的历史故事,在我国古代,这一残忍制度的兴衰,可以简略的概括为三个时期, 启元期,兴盛期,肖王期,其中,肖王期漫长且反复,统治者欲盖弥彰,甚至想要化肖为阵,首选,人殉启元于何时,虽有待考证,但是可以确定的是,他几乎可以和中华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并驾齐驱, 上古时期的人类迷信落后,聚落一经形成,便有了祭祀鬼神,杀人消灾的行为,也为这一行为宣扬了种族的威势,明确了统治者的归属权, 所以,也就成了荒蛮时代必无可避的必要流程,现代考古也早已发觉发现,从四千年前的大问口时期,便有了人殉的痕迹, 然后是龙山文化,养勺文化,齐家文化,再到二里头的夏商文化,也就是说,在我国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社会过渡时,人殉便已存在, 而且由来已久,国家产生以后,这一类行为非但没有停止,反而越发兴盛,生殉和人殉的名词由此而生,代表神职的污作为国家的高级知识分子, 先是在兽骨或硅甲上钻孔,再放进火里面烧,然后根据裂痕来解释如何生计, 也为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和硅甲上,所以叫甲骨文,青铜器也叫做青铜锂器或者青铜忌忌忌, 迅是要杀人的,气则是吓人的,所以商代的青铜文物上画满了牛鬼蛇神,痴美亡俩, 全都凶相毕露,形象恐怖,不是杀人不眨眼,就是吃人不图骨的, 而祭祀的范围也越来越广,天神,帝氏,人鬼,无所不济,王宫显贵, 帝孙皇族也不再满足于死后以金银宝藏,珠宝玉起来陪葬, 他们的仆人,家眷,甚至下属陈民皆在活训的名单之列, 据考古发觉,阴朝有头有脸的大族墓穴之中皆有陪葬, 以发掘的遗址之中被生殉,杀殉的人数可高达上万人, 其牺牲者的身份各有不同,有很大的一部分属于牧主的妻妾妃嫔, 或者亲近的下属仆总,此外还有剁碎,血迹,活埋等等令人发指的手段, 这些名词和数字,在后世人看来只是无从分辨的累累白骨, 但在当时,却都是一条条鲜活完整的生命, 他们在渴望着生存的同时,只能一步一步走向死亡, 而实际带死的惨状,远比后世的想象还要令人叹息, 七十年代中期,安阳殷须发现的一座中等墓穴内, 周围密布排列着大大小小的活人殉葬坑, 树木于迁,尸骨遍地, 而且多数都是未成年的年轻人, 死者有的被砍头,有的被断手断脚, 很多还带有刑具, 从遗物分析来看, 他们的身份属于牧主侍从, 妃子,婢女,兵士,杂役等等, 可以想象,他们死前虽然还有一些尚存, 但是情状之惨,简直是生不如死, 古籍上明确有记载的, 多数进来等死的人, 未必就是身体自由的状态, 帝王虽死, 余为尚存, 在强大的武力威逼之下, 那些被活祭的人都会提前被捆绑住手脚, 带上刑具, 按部就班, 乖乖陪死, 在某些史书描述中, 还有着一些更为残忍的固定法, 比如铁钉固定, 中间悬挂主观, 两旁男女数十人, 接钉身在墙上, 以免逃脱, 为了让人失去活动和反抗能力, 殉葬制度早就完善了方方面面的逃生漏洞, 客气点的会使用一些麻醉剂, 让人安乐死, 干脆的会最直接, 也最省事的砍头, 直接将殉葬者带到墓地, 就得弄死, 至于残忍的, 除了钉死墙上, 还有毒酒, 乐生, 活埋, 砍手砍脚, 种种手的, 就算只是绑手绑脚, 放在墓中也只能坐等饿死, 根本没有任何逃生的可能, 而就算有个别的幸运, 左右逢源, 逃脱了以上种种死法, 并且找到了水和食物, 但如果无法尽早逃出墓穴, 也顶多不过是多活几天而已, 因为只要是活人, 就将面临比被杀, 缺少食物更大的危机, 缺氧, 帝王的墓穴, 机关重重, 密不透风, 再加上人训的数量颇为可观, 在氧气呼吸一口少一口的情况下, 活人往往连一天都撑不过去, 从先秦的兴盛, 到汉代以后的示威, 而后一直到了元明清时代, 殉葬仍然是有复然的迹象, 利益令人置婚, 权利令人腐败, 妻作死, 妾带逊, 清末的统治者甚至一度大力颂扬, 妻妾应当自发陪死, 并为之修书, 立牌坊, 赐猎女, 劫父之名, 所以一直到了封建时代结束, 人训制度才被彻底根除, 孔夫子当年的咒骂实为苦心孤意, 先知先觉, 成如孟子和梁慧王所谈的治国之道, 以刀杀人和以专制杀人, 并没有本质的不同, 作用只是一件小事, 比起拿活人殉葬, 甚至可以说成是进步, 但是人人志士如孔子, 却早已从根本上看到了其中的不仁和不序, 一个不能爱人的社会, 必然会引起人神共愤, 于家则家破, 于国则国王, 也只有当今盛世, 人们才终能摆脱我命由人不由我的困境, 生活平等, 出入无间, 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, 而非旁人的附庸, 在殷墟出土的帝王大墓中, 被活活殉葬的竟达到了惊人的几千人之多, 这些不幸的活人殉葬者, 大多是君主身边的奴隶或妃嫔, 他们被残忍的杀害, 和君主的遗体一同下葬, 有些君主甚至要求活人殉葬者被肢解, 尸骨支离破碎, 已显示自己的权力, 据传, 清朝的顺治帝死后, 还有三十多名妃嫔被迫殉葬, 顺治帝的丧葬仪式因此铺张奢华, 但新皇帝康熙看到这残忍景象后非常痛心, 于是下令彻底禁止人殉, 事实上, 从商朝开始, 活人殉葬就以各种残酷手段, 出现, 专家在商王墓中发现大量奴隶和妃嫔的骸骨, 可见当时的统治者是生命如草芥, 极度不尊重人的生命价值, 不过到了汉朝, 儒家思想盛行, 也促进丧葬仪式的进步, 据说汉代皇帝会让为生育的妃嫔自主选择是否离开宫廷, 给他们一个追求幸福的机会, 但到了辽朝, 活人殉葬又开始复兴, 辽国君主耶利阿宝基死后, 竟有数百名大臣殉葬, 元朝成吉思汗死时, 居然有多达两万人被杀来陪葬, 直到明朝才再次彻底废除人殉的习惯, 活人到底是如何被做成陪葬品的? 其中最常见的手段, 就是在帝王死后, 立即将数十名侍女灌一毒药, 水银就是其中一种毒药, 能使侍女迅速毙命。 在历史上, 许多妃嫔就是这样被刺死的, 他们被迫引下毒酒, 很快就倒在地上抽搐不止, 等他们全部毙命后, 太监们便将他们的遗体抬入帝王的陵墓, 摆放在墓室各个位置, 另一种手段则更为残忍, 那就是活埋。 许多墓穴里埋葬着蒲丛的尸骨, 他们的头骨遭受过重击, 四肢扭曲, 显然是被活埋的, 在目睹主人死去, 他们就知道自己难逃一死, 却也无法选择一个体面的死法, 他们被五花大绑, 抬进墓穴, 然后身上的绳索被移除, 在漆黑一片的墓穴里, 这些人只能匍匐爬行, 终日惶恐等待死亡的降临。 有人认为, 活埋的人也许很快就被夺去呼吸而死, 然而考古发现殉葬者尸骨扭曲折断的状态证明, 他们在墓穴里挣扎过, 大多是被活活憋死的, 根据墓穴的大小来推散, 大型墓穴里的殉葬者甚至可以挣扎一天之久才死去, 他们在绝望中, 等待每一次呼吸和心跳, 直到停止, 在古代, 一些权势极大的君主会强制活人殉葬, 成为他死后墓中的陪葬品, 这类被迫活埋的人能在墓穴中坚持多久, 其实有很多个因素, 首先就是最重要的氧气, 根据计算, 一座面积300平方米的古墓可储存30万升氧气, 足以支撑100人呼吸5天, 但考虑到墓室空间有限, 实际能容纳的活人较少, 且人呼吸时会消耗氧气并排放二氧化碳, 氧气含量持续下降, 专家估计活人依靠墓穴氧气仅能存活4-5天, 其次就是食物和水源, 因为在墓穴中这些东西都非常稀有, 甚至没有地方补充, 按照计算, 一个人再不吃东西的情况下, 其实完全可以存活好几天的时间, 甚至达到一周, 但在这期间必须有水分涉入, 如果墓中准备了可食用的肉类, 谷物等食物, 配以少量水分, 活人理论上可以再坚持一至二周, 但多数墓主不会费心准备足够的食物水源, 导致活人很快被饥渴折磨而死, 而且墓穴中的精神压力也影响生存, 在被迫面对必死的命运, 在封闭恐怖的环境中, 活人的心理容易崩溃, 为争抢仅有的为数不多的食物, 他们往往会相互残杀, 考古发现殉葬者遗害不完整极为证据, 精神崩溃会使活人提前结束生命, 而且大部分的墓穴都会事先设置机关, 和切断氧气来源, 让活人迅速窒息, 有的墓穴则是结构复杂, 专门防止活人逃脱, 这类墓穴中的活人生存时间极短, 在最理想情况下, 活人也只能勉强存活十天左右, 而大部分情况下, 他们经历着非人的痛苦, 在绝望中选择自杀或相互残杀, 生存时间往往不超过一周, 这无疑是一种极为残酷的祭祀仪式。